排庭 哈囉大家欢迎大家 下午好欢迎收听独海飞扬 今天是2024年9月6号 那么台北股质今天 在全职股尤其是台积店的 一個算是帶動帶領之下 其實整個市場事實上 它是有一些比較多方的想要做一個表態 多方想要力圖振作的一個行情 很明顯是這樣的格局 可是呢你會發現 在這種內容裡面大家又開始擔心 漲了 可是大家又開始擔心說 可是啊這週末 美國這個就業數據要公布了 那會不會怎麼樣怎麼樣 那如果怎麼樣怎麼樣 那會不會怎麼樣怎麼樣 糟糕 該怎麼辦 所以整體來說 市場在漲的過程中 它衝刺著一種 一種question mark 一種一直在打問號 好 那在這種格局之下呢 當然就變成說 有一些標的可能在衝高的過程中 一定會怎麼樣 有些人想說衝上來的 我先賣一賣好了 因為有一些大家覺得不確定啊 那你這個就業數據如果不好怎麼樣的話 那如何如何的 就開始有人衝高了 就賣賣賣賣賣 所以今天行情就是出現這種類似這種格局啦 就是在漲的過程中 你還是看得出來市場充滿了一些 擔憂 擔心 那其實這個擔憂擔心過程中 其實你可以隱隱約約 你應該感受得到才對啊 那如果你沒有感受的話 沒關係 我跟你說我感受到什麼 我感受到就是說 這個市場其實它隱隱約還在透露什麼 大家都好想買股票 都想買 但是呢 又害怕 受傷害 對不對 這就是我看到這個行情的現況 那 還是延續我昨天所講的 我認爲什麼 我認為以加權指數而言 我認爲它現在進入在竹竹第二隻腳的過程 好 有時候我上上下下起起伏伏過程中 或許 或許 我 只要不要出現太異常的一個變數 突然發生啦 正常而言 我認為它就是進入了什麼 第二隻腳的竹底期 那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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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確認 一上去 亮一出來 那第二隻腳就正式確立了 是這樣的格局啦 好 所以其實 呃 偏多啦 好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把眼光放遠一點 如果你懂個股的 比較企業的一些關鍵的 背後的一些故事 Story的 好 如果你能夠掌握一些關鍵的產業 個股企業的 個別的 關鍵資訊的 專業投資人的話 其實 在這個竹第二隻腳的過程中 是你好好把握機會 把這些背後有故事的 特殊立基的企業 找尋機會 該介入 該投放資金 你就要投放資金了 因為像這種類型的標的 它有時候不會等大盤 確認上去 它才上去 它不會跟大盤同步 之所以你能夠背後有立基點 你有關鍵立基的這種公司 我告訴各位 這種標的一定會是未來的強勢 你既然是未來的強勢 那代表什麼 我會在大盤主體 確認上去前 我就先表態上去了 這樣懂 那所以你現在要買的是 我現在準備被點火 要先上去的標的 所以能夠買在第一批的先鋒部隊 市場真正的強勢股的人 他必須要能夠跳脫出來 我現在要你去買股票 你會跟我說 老師可是我不太敢 那怎麼辦 所以你現在不太敢 你什麼時候敢 我要等到大盤確定出量 然後大漲連續兩三天之後 我才敢出手買股票 好很抱歉 那個時候你買的不是第一批 比大盤先上去的強勢股 你買的是市場的二軍或三軍了 因為他可能是跟隨大盤一起上去 甚至是比大盤落後上去的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持有 買到那種所謂的市場最強的 第一批的先鋒多頭部隊 那怎麼辦 所以現在能買的人 敢買的願意買的 應該說你懂得現在要買的人 那其實你應該就看到了 你應該就有鎖定的特殊標的 它背後掌握特殊利基 你才敢出手買它嘛 對不對 那所以我說 投資朋友你要不斷的 小資族要去學習 你資金不多 那你要比人家付出了更多時間精力 你要比人家付出更多精力之後 去了解 原來股市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你不是說老師 啊我就小敞戶 我資金就幾十萬而已 不小資族嘛 那你要我去懂這個懂那個 我覺得沒有必要 因為我覺得我賺不到錢啦 如果一開始還沒作戰 你就認為自己會輸 那就不用作戰了 那就不用去比了 小資族資金不多 可是你有期待嘛 你說老師我可能只是期待 像我很多客戶跟你講過嘛 我很多客戶他只是期待說 老師我是不是一個月 我只要賺個幾萬塊 我就很滿足了 老師我只有四十萬的資金 那我不求說能夠發財啦 我只求說我這四十萬資金 那交給老師你們團隊給我指令操作 我跟著買賣賣賣這樣進出操作 那能夠給我帶給我的協助我就是這四十萬資金 一個月每個月能夠固定給我創造幾萬塊的收入 幾萬塊的獲利 我就很滿足了 我們這邊很多客戶他們是抱持這樣的一個心態 我常常講 我說當你所求的越少 你會得到的越多 那所以像這些投資朋友常常都會怎麼樣 老師我覺得賺好多喔 有沒有 我就講啦你看 最近最強的是什麼 我跟你講的是玻璃機板 有沒有 特殊材料玻璃機板 我就說我們帶給我們客戶是什麼 我們從一般的客戶 到小資族的客戶 到我們的清代的客戶等等的 在買這個新材料的玻璃機板的個股的時候 我們鎖定的是代號6405的月城 你知道6405的月城 我當時節目中怎麼跟你講的嗎 我說我拿這張字卡給你看 有沒有 6405的月城 我拿這張字卡給你看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我說來 聽眾朋友 如果你看不到節目畫面的 你趕快加LINE 加LINE上面你可以看到 我所提供的這些圖表字卡畫面 你就會知道 最新的你可以布局卡位的黑馬標股在哪裡了 所以你要看畫面才知道 所以光聽聲音的聽眾朋友 如果你現在在開車 待會有時間先加LINE 加LINE之後隨時去點選 今天的節目影音 你就隨時能夠隨點隨看了 那注意看節目中所提供的這些畫面 這些都是接下來準備起漲了的一些 這些所謂的黑馬股 低位階的黑馬股 那當時我給你看這張畫面有沒有 我說這個標的他從現在當時在這個位置 那只要來到前高圈圈垣 我畫的這個位置 只要來到這邊 差不多一倍 所以我說你現在來買 那這是甚麼標的 這就是我說的玻璃基本新材料的甚麼 代號6405的月城 你看畫面這裡是不是月城 是不是 好 我講完之後邀請各位來之後到現在 到今天他又再創波段高 月成今天又再創高 你看一下他的這個畫面 你看一下有沒有 是不是已經爬上來了 已經逼近我當時畫圈圈的這個錢高了 有沒有其實已經到多少 已經80幾%了 當時我說什麼 來到這裡有沒有 錢高你看畫面就差不多快一倍 那現在有沒有來了 真的爬上來了已經80幾%了 已經快一倍了 已經快一倍了 那是不是真的會到一倍已經不重要了 你有沒有發現已經不重要了 因為你又大賺了 各位 我在這裡講的你自己看 我們回到短時間日線來看 你看這張圖表 我在這裡跟你講的 有沒有噴上去 那為什麼我們挑的標的它會噴出 為什麼我們挑的標的會這樣子 你看你自己看畫面一直線直接抖角度上去 為什麼 它是不是經過長時期的壓縮整理 長時期的壓縮整理之後 一旦被點火上去 往往是爆發一發不可收拾 所以當一檔標的 長時期的被壓抑壓抑壓抑 上下震盪上下整理之後 整理一段好長時間之後 一旦被點火 要去反應它背後的特殊的利基的時候 那就是爆發 我們就是要在爆發前趕快去買進 所以在月城爆發有沒有 在月城股價準備點火爆發之前 我在節目 我就先提醒你了 來 你看這個K線 當時長這樣根本還沒長 有沒有 壓縮了好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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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 欸我給你提醒趕快來囉 新材料的 有沒有 玻璃基板的 這檔標的 玻璃的一個薄化的股票 公司 6405的月城 那這樣一上來就80% 最少已經80多%了 我就整數80%來算 你知道嗎 如果 100萬資金 那80%不用講 就是80萬了嘛 100萬就賺多少 就差了80萬了 那不到100萬的人 假設平均50萬好了 50萬的資金如果賺了80% 賺多少 50萬賺80萬賺多少 賺40萬 所以 再回到小吃族 我常接觸到很多客戶 跟我說老師 老師我是新加入的 我姓什麼 我是 我剛加入 然後呢 老師我希望你能夠幫忙 幫忙我們 幫忙我 然後我 我只希望說我一個月 我帶多少資金來操作 一個月能夠 跟著老師這樣 進進出途的操作 能夠 我能夠累積 平均每個月都能夠幾萬塊 幾萬塊的獲利 多的收入 我就很滿足了 我常常會 接觸到這樣的客戶 新加入的會跟我這樣聊 這樣跟我說 或者是 傳LINE的私訊給我 跟我說老師我是新加入的 我是誰 然後我希望每個月 能夠賺幾萬塊就可以了 我不貪心 那我希望能夠用 跟著老師用這樣 這樣不一樣的做法 買在底部 準備起來的標的 買轉折 賺到錢 每個月都能賺到錢 我的生活就可以改善很多 常常接到類似這樣的 一個私訊也好 或者電話聯繫的時候 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其實我很開心 我常常講什麼 我說當你要的不多的時候 你得到會更多 你要的不多 可是你得到會更多 那前提是你的做法要正確 你的做法要正確 所以你看 我說月程 如果50萬資金做月程就好 80%賺多少 賺40萬 他說50萬資金一個月只要賺幾萬塊 我平均一個月賺幾萬塊 我就很滿足了 結果你看 50萬可以賺到40萬 30萬可以賺到25萬 30賺25 那你說 是不是你所求越少 反而你得到越多 你懂嗎 那背後是因為 你用了正確的做法 所以我常常講 我說你資金多 30幾萬 40幾萬 50幾萬 或者有300萬 500萬 其實我跟你講上千萬 都一樣 你買什麼股票 才是決定最後的結果 真的 我在我這邊好多客戶 他們是來自於 台面上 你們每天晚上去看那些 非凡新聞台 東森新聞台的一些 常常上那些節目的 訪談性節目的 所謂的一個 股市的 名師 名嘴 這一類的財經專家 所謂的專家名師 我這邊很多客戶從那邊來的 跟著他們操作報名錄會 結果呢 從那邊過來了 然後有其他 我沒有電話通知 我沒有電話聊到的 我不知道 但是 就只要我接到電話 有跟客戶聊天過的 聊上幾句的 客戶通通都是在抱怨 比如說 非凡電視台的某某分析師 跟著他 我不講名字 跟著誰誰誰操作 或者是東森 跟著誰誰誰操作 哇 氣死了 如何如何的 我聽到就是抱怨 而通通都是 你們所看到的 很專業的 名師 名嘴 為什麼會這樣子 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已經講了 我們是研究員出生的 我們是交易員出生的 我們不是那些 研究員出生的分析師 研究員出生的分析師 他不管你現在股價在哪裡 他只管這家公司 未來財報估計的數字在哪裡 我們現在不管股價在哪裡 我們先買再說 你跟他說老師 可是這股票長很多了耶 他會跟你說 未來的數字預估到多少 現在我們認為還很便宜 趕快買 他們的做法是這樣 那就看你能不能接受了 那事實證明呢 陸陸續續來我們這邊的 我有接觸到 有通過電話的 在抱怨這些分析師的 你就知道了嘛 他們沒辦法接受的了 一般人是沒辦法接受那種做法的 你懂嗎 因為我就舉例嘛 你看喔 月城的股票 你看畫面 是這樣子這樣子有沒有 你看畫面來看 是從這裡轉折上來噴出 漲這麼多上來 漲八成喔 這樣子一段漲八成 好啦 如果我今天漲了八成之後 現在我跟你說來 月城預估如何如何如何 所以我們來買月城 你覺得如何 你能接受嗎 你說我當然不能接受啊 漲了八成了 你叫我現在才去追月城 對 你當然不能接受 但是那些分析師呢 不是喔 我現在舉例給你聽 現在市場很熱的是什麼 譬如說 這個均華 6640的均華熱不熱門 很熱門 這個半導體的 這個相關的設備等等 這些各股好公司啊 對來 這是均華的K線圖 畫面你們看 這是它的什麼 它不是日線喔 是月線圖喔 各位看畫面 看不到畫面的 趕快加LINE 你一定要懂 你一定要懂這些超度的理念 邏輯 你才會賺錢 你要改變 小資族你要改變 你就要去學習 去改變 你不懂你沒辦法改變 你要懂我每天來跟你講什麼 你就會改變做法 你就會開始朝正向發展 OK 看不到畫面的趕快去加LINE 來 這是均華 現在很多人講均華很棒對不對 均豪啦 均華啦 有沒有 都很棒 來 你現在去買均華 在這裡 這個位置 在這裡附近買均華 你要嗎 它從這裡開始漲了 在起漲的時候大概100塊 100塊漲到高檔 這一段上來 漲了幾個月的時間 漲到哪裡 100塊漲到1080 100塊漲到1080的均華 結果現在在900塊800多塊 你去買均華 你覺得是便宜還是貴 從這裡100塊上來的股票 你覺得是貴還是便宜 那它為什麼可以飆這麼多 因為它的長時期 有沒有 是不是又回到原點 是不是我跟妳講的 經過長時期 壓縮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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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被點火啟動的話 就是爆發了 一發不可收拾 所以你小隻主要怎麼買 是不是要買長時期整理完 準備起漲的標的 在這種位置股票 是不是 是 你再看 月城 長時期整理整理之後 一點火爆發上來 我們買這種標的 而現在檯面上的所有分析師 是買這種 爆發上去之後 好幾倍之後 叫你在現在八九百 還在那邊湊熱鬧 八九百還帶你去買均華 未來會長到哪裡 我不知道 但是你先看 你要不要接觸這種風險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用在這種風險之下 去買股票 這是均華 另外一個他的好兄弟 均華 五四四站均華 有沒有 你知道 30塊 你自己看 是不是長時期壓縮之後 30塊這邊開始點火爆發 一發不可收拾 從30塊飆到166均華 結果 在這166之後 在這140 150 這邊上下 附近這邊買均華的 我就問你 你願意承擔這個風險 去買均華嗎 在這種位置 我帶你去買均華 你要報名跟我操作嗎 你會說 老師 為什麼30塊這裡 壓縮整理完 怎麼不帶我買 帶我買150 160均華呢 對嘛 我給你看畫面之後 你就知道 原來是如此 原來是這麼回事 再來 837是羅生 長時期整理完 是不是 整理完之後點火爆發 30塊的位置爆發到169 這隻羅生 機器人的羅生 30塊爆發到169 你30塊 40塊 50塊不滿 爆發到160 150的時候 你在這邊追羅生 我問你 你到底想拿到 你到底想不想賺錢 你到底想賺錢嗎 是不是壓縮整理之後 點火爆發 是不是經過長時期 整理完之後的股票 一般一旦點火上去 這個就是小資族要買的股票 是不是 羅生 君豪 君華都是如此 可是我卻看到所有的小資族 被那些分衣師 牽著鼻子走 把你們帶去什麼 去買這種位階的股票 去買現在的君華 去買現在的君豪 去買現在的羅生 所以我說 如果這些標的到這種位置了 你就問你的分析師就好 你說老師 阿你今天帶我去追這個羅生 現在才帶我去買君華 現在才帶我去追這君豪 我想請問一下老師 阿你自己的資金 你敢先來去買嗎 你就問他 你敢不敢現在 砸個五百萬一千萬去買 兩千萬去買 不要講一兩千萬 你就問你的老師 你現在趕快拿個一百萬兩百萬去買 他當然不會這樣做阿 問題是他 問題是他 他就敢帶你去追阿 那你要怎麼 那你能接受這種操作嗎 做任何事我說過了 做分析師 你的初心是什麼 你是真的要開始 一開始 內心就是 要帶人家賺錢的做法 對不對 你不是為了每天上節目 講熱門股 為了講熱門股 為了講熱門股 而帶客戶去追熱門股 那個會把人家害死的阿 不能夠 不能夠這麼自私阿 我講白一點 不能夠這麼自私阿 來 那現在做什麼 小資族注意聽 這些有沒有 在我節目中講的 不只月城 你看銀帽 我為什麼銀帽可以大賺 我跟你講銀帽的時候 是不是在這裡 這種位階 長時期煮完之後 準備上來的標的 銀帽 結果銀帽一噴上去 一點火 五天五根漲停 我就講五成就好 你五十萬 是不是賺二十五萬 一檔股票 一百萬賺五十萬 五十萬 五十萬賺多少 賺二十五萬 是不是通通都是什麼 主體玩上來的 三六四五的達賣 壓縮壓縮之後 一點火上去 結果呢 又是一個五十一% 達賣五十一% 有沒有 你看我這邊 三十三萬買的人賺十六萬八 五十四萬買的人賺二十七萬 四十八萬買的人賺二十四萬多 三十六萬買的達賣的人賺十八萬多 將近二十萬 你看 是不是 你所求越少 你得到越多 但前提是你怎麼做 你怎麼做 你是不是買這種壓縮完之後 長期整理之後 準備點火爆發的 你才能夠大賺 你才能夠賺錢 虛擬黃金的 青雲有沒有 我跟你講的時候沒人在講 結果呢 一路噴噴噴噴噴 連噴四根漲停 四十%就好 三十萬 最少賺十二萬 十三萬 這樣賺不到錢嗎 是不是都是我先提前先講 再來呢 聯亞我送你一份資料 CPU 我說CPU裡面有一檔 最低階的準備爆發的 被點火的黑馬 三零八一的聯亞 有沒有 結果聯亞四天四根漲停 我們是降代客戶操作 而且我絕對 你有聽我節目都知道 我全部都是提前先講 提前先預告 提前先邀請 我們不講事後的 來 記不記得 我之前講 來 你現在啊 我現在時間剩下最後三十秒 現在有一檔標的 請你注意聽 每個人都在講先進封裝的設備 每個人都在講這個機器人的設備 我現在就講一檔股票 先進封裝設備的最上游 還有機器人機構建的最上游 你現在從上游去找囉 各位 我現在市場我講第一個 你第一次聽到有人跟你這樣講 COWAS等等等等 先進封裝的設備的最上游是誰 然後機器人的機構建的 上游上游上游是誰 你要把它找到啊 你懂嗎 大家看案外這個4526的東台 2049上銀 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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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機的標的設備股 那他們的他們的上游是誰啊 如果他們好 他們的上游會不會好 絕對很好 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不從上游去找 我現在領先全市場先提醒你喔 從上游去找 你說老師 可是我找不到 你找不到 我已經找給你在這邊 這檔標的就是什麼 封裝設備機器人機構建的最最最上游 你要做你要有那些下游的東西 你最上游它絕對是受賄的 這你不用自移的嘛對不對 所以請你從上游去找 如果不知道怎麼找找不到的 我跟你分享 我們來買這個標的 要買這檔標的 最上游的這檔標的 投資朋友們 小資族 尤其小資族 請你們放心 我一定幫各位 節目剩最後十分鐘 最後十秒鐘 來我給各位的是什麼 一個月只要幾千元 如果你是小資族 如果你的操作需要我的協助 請你來找我們 來買最重要的檔標的 最新的標的 最新的黑馬 整理長時間之後準備點火爆發的 來買這個標的 一個月只要幾千元 小資專案 電話撥通之後 你一定要說我要小資專案 來 週末假日 祝大家愉快 先撥電話 我們下週再見 拜拜 我們下週再見